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老家有去童谣,穿新衣,戴新帽,家家户户的逍遥,过年了,孩子们都盼望拿到糖果去走亲戚,更希望有新衣服穿,小的时候一年到头都穿旧衣服,甚至是哥哥姐姐穿了几年, 一年到过年的衣服,改一改,补一补,就扔给了弟弟妹妹,随着时代的发展,我们不再因为一件衣服而发愁,对于穿新衣服就更讲究了,也许很多人会疑惑,就衣服就不能穿着过年了吗? 我看也不见得,很多习惯了节俭的老人,中年人,过年穿旧衣服,等年后再去买打折的衣服,或者有新衣服,舍不得穿,言归正传,到了过年,我们做什么都图个吉利, 若是衣服穿错了,带来了不好的心情,难免会想到一些不好的预兆,一整年都耿耿于怀的样子,有一句古讯,人穿四衣,诸事不顺,针对过年的特别情况,建议大家不穿以下几种衣服, 避免伤害感情和心情,给自己好彩头,衣,脏衣服,过年的时候,有很多习俗,都和干净两个字有关系,年前,要扫尘,就是角落里的灰尘和垃圾,都要清理干净,在广东一带,把大年除三,定为送穷日,客家人说,送穷就是生虫日,福建人说,这一天,是穷鬼日, 到了初六,大家牢记一句谚语,夏天被春耕,穷气总出门,并且大家都相信,是有穷神存在的,并且传说是江子牙的老婆马氏,在江子牙年轻的时候,其老婆嫌弃家庭穷困,离婚了,等江子牙做了西州的功臣之后,老婆又找回来,跟着享福,江子牙临机一动, 让老婆做穷神,规定但凡干净,贴了福的地方,不能去,人们怕穷神找上门,因此过年时,贴对联合福子,打扮干干净净,就是乞丐,也会注重自己的衣表,穿旧衣服,把福气都赶走了,把穷神带来了,这是很不好的, 再说了,邋遢的样子,让亲戚朋友都讨厌,做客吃饭,也是坐离不安的,哪怕你穿旧衣服,也要洗得干干净净,给自己惊其神, 郑念被誉为最后的贵族,1967年,51岁的郑念被捕入狱,罪名是长期供职于外资公司,有通敌叛国的嫌疑,他并没有因此沉沦,即便生活在脏乱的狱中,他也很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,每天起床后,他都要整理自己的衣容和衣服,随后打扫于房, 因为天生爱干净,他甚至把存水用的脸盆,做了盖子防尘,即便双手化浓流血,他也要拉上枯练,时刻保持衣表的整洁干净,当别人嘲笑他进了监狱,还穷讲究,还在坚持资本主义习行时,正念却用,以讲卫生为光荣,不讲卫生为可耻的语录,对得别人哑口无言, 他在监狱里生活了六年半,在此期间,他没有变得邋遢不堪,反而坚持着干净的生活态度,用一颗干净的灵魂去对抗命运的不公,就像一书说的,真正有气质的女人,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,她不告诉人,她读过什么书,去过什么地方,有多少件衣服,卖过什么珠宝, 因为她没有自卑感,你不用穿多贵的衣服,但要保持衣服洁净,整洁,衣着干净的人,往往拥有干净的灵魂,自信,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,和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,没有人愿意,靠近一个衣着邋遢,浑身脏兮兮的人, 因为这样的人,容易给人一种懒惰,消沉的感觉,没钱买新衣服可以理解,但衣服脏了,臭了,还不洗不换,这就是一个人的态度问题了, 如果你连个人卫生都顾不上,对什么都不感兴趣,无法照顾好自己,也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,又有谁愿意跟你做朋友,又有谁愿意跟你提供工作的机会, 尤其是在找工作,找对象的时候,切记不能穿脏衣服,容易招人厌恶,二,质量差的衣服,你有这样的体验吗? 刚刚买的新衣服,还没有穿两天,就开裂了,让自己除阳相,衣服沾睡之后,马上就褪色,甚至把内衣都染成了乱七八糟的颜色,体验感太差了, 以些尼龙一样的衣服,穿在身上,就浑身有此痛感,这就更难受,我们外出走亲访友,也许好几天都不会回家,也不会带换洗的外衣,因此难受就会持续好几天,在别人家也不好。 意思开口说出来,使劲去忍受一件衣服,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,衣服不一定要很贵的, 但是我没有看看衣服的质量如何,若是存在质量问题,就是再便宜,也不要,特别是家里的女主人,帮大家买衣服的时候,不要贪小便宜, 一旦丈夫的衣服体验太差,会导致夫妻吵架,孩子的衣服太差,就会闹腾,最好是一家人去逛一逛,买合适的衣服,避免过年时的麻烦。 三,奇装衣服,曾在网上看过一条视频,一群年轻人在地铁安检门口,擦拭脸上带有流血特效的万圣节惊悚妆容,卸妆之后才能乘坐地铁,为什么非得让他们卸妆? 因为这些特效妆容,确实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感,特别是在晚上,很容易吓到一些老人,小孩,大家也纷纷表示,这样的打扮,确实会吓到别人, 尤其是大车的孩子和老人,还有一些人,参加他人葬礼或祭祀活动时,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,在老人小孩面前衣着淡薄,坦胸漏背,礼记有言,上下无常,乱离法者也,穿衣服和礼仪是相通的。 你乱打扮,就是对长辈不尊重,尤其是聚会的时候,你打扮太暴露了,大家都会显得拘束,对大家庭里的孩子也是负面教育。 当然,我们还要根据季节和天气去打扮,关注天气预报,别受冷,也不被热坏了,在肖乡晨报网络平台上。 说一个在长沙读大学的陈同学,发现自己的双臀长了红疹,扫养不止。 医生检查一番,发现同学在冬天,只穿一条裤子,得了风度,丢了温度。 同学说,我一个男子汉,穿几条裤子,会被笑话。 医生很严肃地批评了同学,并且说明,这是长洞窗了,开处方的时候,特意写了。 穿上秋裤,防寒保暖,不得不说,死要面子或受罪的做法,已经淘汰了。 身体健康,才是新年最好的开始。 生病了,你穿什么奇装衣服,都不好看,还导致家人担心。 穿得体的衣服,也监督家人的打扮。 比说一句健康快乐更加靠谱。 四,老人遗留的衣服,春夏秋冬有一年,岁岁年年人不同,也许在过去的几年里,家里有老人过世,大家都很悲伤。 同时,大家也怀念老人,在过年的时候,也会祭拜。 诸子家训中也说,宗祖虽远,祭祀不可不成,祭祀是习俗,不能因此就陷入悲伤。 也不要过度去怀念,要学会呆着祖辈的精神,积极过好当下的日子,有的人会收藏老人留下的有纪念意义的衣服。 这是传家的意思,但是不要再过年。 祭祀时候,把老人的衣服拿出来穿,大家看到衣服,就很容易想起老人过世时候的悲伤过新年。 哭哭啼啼的,像什么样子,十月,千门万户同同日,总把心逃换旧福,过日子,就要注重一个新字,给大家带来新气象,才是对的。 诗的禅师说过,更得出头时,换却乳衣服,换好新衣服,迎接新年吧,花点小钱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欣向即访